哈囉大家好 我是洋蔥 這禮拜沒有小劇場 前幾天是我今年最崩潰的幾天 我要講我這禮拜發生的事 上禮拜天晚上 我發現我的行動硬碟發出 咔咔聲 很規律很可怕的聲音 當時我想說慘了 該不會硬碟要壞了 我2018以後的所有圖檔資料 全放在裡面 而且沒有備份 為什麼沒有備份 沒有為什麼就犯戒 然後我是電腦白痴 電腦問題我就是打給伯君 我什麼都不會 當時我打開硬碟 咦 沒事 東西都還在 我就去睡了 睡得香甜 沒想到隔天一打開硬碟 沒事 東西還是都在 但是打不開 硬碟針滴壞了 我當場崩潰 在電腦前餘無倫次 那時公司打給我 我經紀人說 咦 你今天要教業配的分鏡耶 怎麼還沒教 你做好了沒啊 我說 我昨天就畫好了 為什麼你不昨天跟我要 現在我硬碟壞了 而且我沒有備份 有 我經紀人就 啊啊啊啊啊 怎麼辦 怎麼辦 呵呵呵 我說沒有怎麼辦 我去問電腦店 如果資料救不回來 衝進以後我就不是洋蔥 你叫我Larry 後來我爬了一下 我這種相關問題 網友們都說 有備份啊 那就說要備份吧 下次要備份啊 這對我來說是惡度傷害 好痛 誰叫我是智障 連我畫完的業配分鏡都沒有 整個要重畫 所以希望我接下來的業配你們也要看 因為那是我畫了兩次的業配 我拿去兩間電腦維修店看 他們好像很怕我崩潰 都是很委婉的說 基本上是 GG 不然就是去找救援資料的公司 其中一個老闆還說 弟弟啊 救援資料這個 你還是不要想好 因為金額會非常炸 我就問他大概要多少 你這個資料六百多句 我覺得八千以上跑不掉哦 你放棄吧 哼 我想他一定以為我是大學生 然後硬碟裡放著我跟我女朋友的照片 我很常被誤認成大學生 不過我沒有想要炫耀 反正這也沒有什麼啊 老闆說完那句話我就說 老闆 我一定會救回他 花多少錢 我都要治好他 然後我就帥氣的走 慣性裝逼 其實我心裡還是有個底 超過預算我就放棄 接著我就爬文找資料救援的公司 聯絡後下午快遞就來收了 隔天就接到報價 兩萬多塊 而且不一定能救回來 幹 我也沒笑想八千內可以解決的 超過我的預算了 不過想一想還是得救啊 沒有了這些資料 我就剩2017年以前那些更醜的圖了 只能花下去 崩潰 接下來這禮拜 我都過著行屍走肉的生活 無法振作 我不帶感情的完成既定的工作 每天中餐我都吃超過150元 喝飲料我都點半袋 喝美式我改拿鐵 每天想著我的資料到底救不救的回來 還有花了兩萬多的痛 痛在我是智障 原本可以輕鬆預防 但我是智障 最後發這篇文是因為我想抒發一下 這就是當網紅的好處 有事情可以一次對幾十萬個人情愫 爽 你們想要安慰我 就盡量留言吧 隨便你們啦 我建議你們可以聊聊你們最近發生的衰事 讓我看看 我的心情就會比較好 最後 我在留言抽十個 送我的動態貼圖 反正已經花了快三萬 六百塊小錢啦 小錢 然後發這片還有第二個原因 就是貼補我的維修費 所以我也建議這週大家多複習我的影片哦 右邊這幾部很好看哦 推薦哦 第二頻道也有新影片哦 然後貴求的44.8%的人訂閱我哦 這樣我就可以瞬間破九十萬 你知道嗎 下禮拜我應該就會正常更新 玩畫我朋友A片被他女朋友發現的故事